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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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居然歡迎收看 這一餐煮什麼 今天是懶人料理天 因為我最近在想 阿姨現在假日的中餐要吃什麼 總不能一直吃外送 那未來營養午餐我要做什麼給他吃的比較好 那我今天要做的是 五花肉炊飯 我覺得炊飯這種東西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在前天晚上準備好 那裡面就會有菜 五肉 帶著我們吃都比外面的外送來的 所以我相信今天做的五花肉炊飯 阿姨應該會非常喜歡 OK 那我們看看食材吧 最後的食材有 馬鈴薯 高麗菜 薑菇 那現在我們要來煎我們的五花肉 來看看我們的五花肉 這麼肥 五花肉就是比較肥一點 但是你放到炊飯裡面 它會比較潤一點 那這邊一樣一滴油都不用加 我們把鍋子燒熱之後 把五花肉放進去 就是這個聲音喔 這個時候我就會稍微灑一點玫瑰鹽 再灑一點白胡椒鹽 馬上多餘的油脂就跑出來了 那你把這個油脂逼出來之後 你的那個炊飯阿不會過膩 好不好 不然吃得很油膩對小孩子也不好 兩面給它煎上色就好了 不用把它煎熟 兩面煎到焦脆的顏色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們可以把這個油去掉一半 然後我們來炒一下我們的料 好 那我今天用的是乾香菇 我會先泡一泡 然後我再把它切成裡面要的大小 乾香菇的那個湯汁要留著喔 直接把它加進去米飯裡面 這樣煮是最香的 那把剛剛的五花肉阿 切成小塊一點的條狀 終於了解為什麼韓國人那麼喜歡吃五花肉 真的很讚 這邊有很多肥油 大家也可以選擇放或不放 如果你覺得怕太油就不要放 那我建議是 但是如果是要給小孩子吃的話 這塊是可以不要放 好嘞 那現在就來炒我們的配料喔 我們先下一點冰糖 這邊主要是為了讓我們的那個 五花肉上色 現在就可以下我們的五花肉 真的冰糖一半炒喔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下一下我們的香菇 毛豆 馬鈴薯 現在來一起半炒喔 我們現在一匙半的醬油 大概下一匙的烤肉醬 給它拌炒 好大家不要怕過鹹喔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加水喔 先讓這些配料都入味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水 跟我們的食材平行就可以了 最後要加入我們的高麗菜 等一下高麗菜的甜味會在這個湯汁裡面 好高麗菜最後加就好 把它勾開蓋起來 先燜一下 OK 這邊燜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攪拌一下 我們這邊的配料就完成了 這個配料非常的OK喔 不管是搭配什麼都很好 這感覺可以自己吃的 對 它就是一個配菜 把它當主食也沒問題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把它加進我們的飯裡面喔 一起給它煮 好嘞 把剛剛的香菇水加入我們的飯裡面 然後把我們的配料直接加下來 不要熟了 不要客氣 小心點加 掉下去沒關係 這配料好像有點太多了 你這個配料跟飯大概是一比一的成果 沒關係 這個配料也是可以直接吃的 OK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入我們的鍋中 因為我們這個配料已經是熟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直接給它按 白米飯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等一下煮完 我們一鍋就完成了 這個不管是當營養午餐 或是當假日的午餐晚餐 都非常適合喔 那我們待會見 OK 我們煮好了 看一下它的形狀到底長怎麼樣 真的都看不到飯咧 滿滿的菜 讓飯粒吃進去這個顏色 我把它攪拌一下喔 欸 剛剛說很少 這樣攪拌起來 你覺得還很少嗎 已經可以在便當了 OK 色情時間 哈囉什麼 來 吃一下這個 比較方便快速的懶人料理 炊飯 好 以後阿晶要做那種煮麵午餐啊 還是家庭的午餐啊 我跟你講 交給妳 他很貼的拿蛋便當 這非常適合你做 非常方便沒有簡單 先把所有食材煮熟 甚至你不煮熟也可以 你知道我在善強跟這種嗎 你是為了讓他學習 所以在煮這道嗎 沒有 這個他本來就會了 欸 我很會煮 他煮的炊飯 裡面的料 至少有10中以上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吃海鮮有海鮮 我跟你講肉有肉 然後有菜有菜 裡面什麼都有 還有干貝辣蒜 至少吃一整條 它是會切的 OK 很好吃喔 可以吧 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不會過鹹 對小孩子來說 因為我是以小孩子的味道來調味 你有加醬油嗎 有 這小孩子的味道可以 因為對大人來說其實就是 對我們經紀人來說可能味道不錯 對他可能會加 他可能會加 白胡椒鹽 對 但是最小的來說這一定很不錯 是好吃的 對 它有素材清甜味 嗯 這樣我覺得可以比較加這個豆豆 這是毛豆 蛋白質 對 可是你加的 沒錯 毛豆是蛋白質 轉得很快 我跟你講毛豆 應該只有小朋友都可以先接受 因為我們最討厭吃那種三色豆 三色豆真的是非常不好吃 那毛豆蛋白質高 比較軟爛一點 一咬就化了 那它也不會像普通的豆子一樣很難吃 那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還在煩惱說 自己實在知道吃什麼 或是你現在外送已經吃膩了 這個也是非常方便的食材 好不好 非常方便的料理 你在家裡丟進去 或是你先煮好 我根本覺得煮好會比較香一點 OK 那我們下期影片見 Bye Bye